你看那真的水都不通 炒謊謊的 這個事情污水前都20年沒做 就是為了有什麼稍微困難 他沒有徹底了解 山榮區中正北路315項16項的污水下水道工程 在民國94年水利局開挖時 只因上游有台電變電箱 及一具棺木阻擋 整個工程就此停擺 令人匪夷所思的做法 讓附近居民怨聲載道 新美市議員李旺月兒接獲陳情 召集相關單位會堪 痛逼水利局 根本沒有認真為民眾解決問題 在民國94年的時候有來做 有來做後來到這裡法國的民族有關門 很快又蓋起來 那麼我就認為說 我們政府單位其實 剛才民族什麼事情 一定要去聚焦 就是有關門也沒關係 所以我今天特別要請我們警察單位 包括我們民進宮 我們污水科都要來 佩協問題要解決 李旺月兒查看地基圖 發現上游右方還有一小塊工有地可以利用 將要求地震局界定清楚 以利下水道工程的施作 水利局人員表示 將依照議員的建議 重新評估工程施作的可行性 針對今天的會看 那我們就依照今天我們議員的指示 那我們就依照現創去瞭解 去把它清裁下那個 用地的範圍 然後去研議施作的可行性 新北市污水下水道接管率 已高達91% 但還是有許多遺珠之焊 有待解決 希望這次在明代的協助下 刪從中正北路315項16略的居民 能早日享有高品質的生活環境 凱博大台北數位新聞 羅倫宏採訪報導 501 Quality